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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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我们介绍了桌球的发展、场地和玩法等等 今集我们会示范一下桌球的基本知识 我们先热身吧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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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初学者來說 最重要是要学会验功及正确的身体姿势 最基本正确的验法是 拇指和食指在腐口處用輕力壓住球桿 其他三隻手指就要虛壓 稍鬆不可以壓緊球桿 這樣的壓肝優點是保證手指、手腕和整個手臂適當放鬆 以便手部肌肉能夠更加協調地工作 移擊球方向是由站立和身體位置來決定 保持正確身體姿勢有助於完成正確的擊球動作 在站立位置壓好球桿後 面向球桌向白球擊打目標球的方向直立 球桿指向白球 壓剛手擺在身體側邊 擊球時盡量令到球桿保持在壓球和下巴的中軸線上 擊球除了不值的打法外 其次就是學習如何控制白球旋轉 最基本的兩種旋轉方式是高Q和低Q 高Q 俗稱高Q上旋 即是擊球時球桿擊打白球中心偏上位置 令白球在同目標球碰撞後繼續加速前進 與乒乓球中的上旋技巧相似 低Q 俗稱低Q後旋 就是通過擊打白球球心偏下位置 令白球同目標球碰撞後往後旋退回 自錄架是桌球上一個常見的策略 是指故意將白球停在顏色球的後面 擊球的目的不是為了把球送入袋裡 而是要令對手在下一桿的時候沒有入球的機會 是一個故意設計的陷阱 甚至可以在兩者分數相近的時候導致分數上的逆轉 另外介紹一些打賽球時會經常聽到的術語 打Q 控制球光失誤到刺激不中白球 令白球路線出現偏差 打死 把白球打入袋 這樣是犯規的 捉嘴 極大的目標球在代口處來回彈凍 最後沒有入袋 我爸爸也是打桌球的 所以有一次就見爸爸去打一個桌球比賽 就穿得好像我今天這樣 就覺得很有型 所以就當時叫爸爸教我打球 希望有機會 以後就穿著這套衣服去比賽 記得我第一次接觸桌球 因為我放了學 那些同學帶了我上一間球會 那我就見到一些人在那裡打 但好像一個女生坐在那裡 不是那麼好看 那我就開始了學打球 我覺得桌球最特別的地方 是每一局都不同 不會因為經常去練的時候覺得很悶 因為每次都一樣 反而是覺得每次都不同 要想想怎樣去應對 怎樣去用自己懂的東西 去處理桌面上的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桌球最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桌球吸引我的地方 不單止是入球 可以在保安和救球的過程中 都找到我樂趣 頭一兩次去代表香港 出去外國打比賽 那次就是去印度 那次還是我第一次在小組出線 我記得那天在酒店 就跟朋友說不如吃好少少慶祝吧 然後整個餐廳裡面 我們在看有龍蝦 然後那時候就在印度 叫了龍蝦吃 但怎知道 那晚開始我們倆就肚痛了 所以現在就學會出去比賽 要很小心飲食 跟我隊友黃薇菱 和我隊友黃薇菱 跟朋友去贏了 一個世界賽的四強 最難忘了 我們打完之後 大家都一起跳 我發覺桌球 帶了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開闊我的眼界 也認識了很多國家的球手 其實有時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也會知道他們當地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是小時候 沒想過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 是學會了在領先的時候 不要鬆懈 還有落後的時候 也不要放棄 希望看完這兩集之後 大家除了加深了對桌球的認識 懂得欣賞桌球之外 也會一起投入這項運動 如果想參與 或者進一步認識桌球 歡迎大家瀏覽 科目處 和中國香港桌球總會的網頁 當中有不同的訓練班 和活動資訊 歡迎大家參與 論點 政經濟